广告资料打开 包装破了 交员工假装没看到 纸条还忘记撕就送给客户 网友纷纷留言 这证据这么大张 员工真的照做了 连纸条都假装没看见 电商品牌 风箱出货前 都会经过一道道 检货程序 除了确认跟订单内容一致 也会检查外观有无破损 并较对商品有效期限 这回出现出师 连做宠物品牌也回应 电商出货是尾由第三方仓储 物流公司过程中出现失误 想主动联系消费者福利 一口一口吃下肚 不只要美味也要健康 饲料的品质马虎不得 包装破损可能造成饲料 营养素流失 细菌入侵会导致宠物腹泻 呕吐 万一是黴菌入侵产生毒素 甚至会造成疾病 毕竟每个毛小孩 都是四族的心头肉 破洞饲料带来的影响 不容轻忽 华视新闻侯正伦 蔡志敏 台北报道 Hello 我是蕾亚 想要抢而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